这颗蛋表面凹凸不平还有粘液 一看就不是颗普通蛋 却被人当成巨型宝石 带回去妖宫 这里是一个大型地下垃圾场 几个工人在这里施工 不小心挖到这里 糟糕的环境狗见了都摇头 他们拿着这颗蛋 刚准备拍屁股开溜 从天而降的八爪鱼 打得他们是四分五散 这个怪兽只想拿回自己的蛋 可因为长得太恐怖 被他们当成了吃人的妖怪 越跑怪兽抓得越顺手 巨大的触手 把垃圾撞得是摇摇欲坠 很快就要坍塌了 最后只有一个人带着蛋逃出去了 死里逃生 他恨不得插双翅膀离开这里 可是这人倒霉起来是真的很倒霉 车翻了 蛋也丢了 路边捡破烂的父子捡到了他 回家的路上 小孩听到蛋里的动静吓得一激灵 他赶紧告诉父亲 父亲却不以为意 他们不知道这颗蛋快要孵化了 里面是怪是兽都还不知道呢 或许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吧 大蛋趁着四下无人的时候 偷偷的破壳而出 这动静吓得狗都开始应激了 爷爷以为家里来了小偷 拿着手电筒往车里仔细一看 妈呀 好大一个家伙 遇事不要慌啊 先找儿子商量 可是就算是做足了心理准备 面对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充足 眼前的怪物直接把汽车取在半空 这是章鱼成精了吗 车子落地 两人凑近想看个仔细 结果却被伸出车外的触手赶回家 就在两人躲得好好的时候 妈妈带着孩子回来了 还不等父亲阻止 怪兽一个回手掏 就把孩子拉到了车底 可是怪物力气太大 两个人都拉不开他的禁锢 父亲只好拿刀把他切断了 喷出的绿色粘液 呼了孩子一脸 爷爷搬来了一箱汽油 刚买的汽车就这样葬身火海 让本不富裕的家庭是雪上加霜 可是亲眼看着怪物消失 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这样的经历一想起就让人后怕 一家人在屋里复盘事情的起因 就在大家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发生争执的时候 突然窜出的老鼠吓了渣男一跳 接着桌上的水杯开始震动 灯也开始闪烁不停 水里的鱼在找地方躲避 笼子里的鸟也挣扎不停 这是哪位大佬又闪亮灯场了吗 终于灯彻已灭 大佬也终于现身 他还挺有礼貌 一来就送他们一个拆家大礼包 房子都要塌了 众人准能逃到屋外 可是两条腿哪跑得过人家八条腿 渣男一下子就被怪物倒吊在办公 可是怪物仔细看了他几眼 就随手甩到一边去了 接着把目标转到了这家人身上 小孩跑得不快 很轻易就被怪物抓住了 孩子脸上残留的气味 让怪物以为这是他的孩子 就这样带着他离开了 父母一路跟断了他的老巢 也只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原地 那么大一个坑 孩子还能活下来 这个怪物会不会把孩子吃掉呢 这个怪物把小孩抓到了地底 凶神恶善的模样 像是要把孩子吃掉 可是下一刻 他露出了憨态可居的表情 便连大师看了都要说一声妙话 因为怪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他们初次见面 当然要好好地联络一下感情 怪兽伸出舌头舔了几下孩子脸 还不等他仔细品味 肚子里就传了一阵剧痛 原来是他肚子里的垃圾在作祟 疼痛难忍的他躲到一边去消化 小孩想趁着这个机会逃走 可是跑了一圈 还是回到了怪物身边 眼看怪物实在难受极了 小孩就帮忙 把他肚子里的东西拽出来 这才发现是一个废弃的摇摇车 小孩也由此得知 他是一个吃垃圾的怪物 不会伤人 可是外面的爸妈不知道 他们还沉浸在失去孩子的痛苦中 怪物的存在 已经被召告了全世界 爷爷的老朋友也找到这来 研究完怪物的触角之后 他们猜测孩子可能还活着 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希望 这对父母也要找到他们的孩子 可是这个老朋友不愿意 虽然他的绰号叫老怪物 可是他比谁都怂 就在此时 老怪物 这么 你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几人去了老朋友的研究室 可是他一直在炫耀这几年的收获 对找孩子的事情只字不提 着急的母亲已经快按捺不住脾气了 就在这时 老朋友拿出了他的法宝 给猪用的大型注射器 只是里面装着麻醉剂 一旦中招 哪怕是只大象 不足两分钟就会倒地不起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老朋友还研制出了怪物的致命克星 有了这些东西 大家对这次的行动也更有底气了 可怜的怪物哪里知道这些 他还在陪着孩子玩 听见孩子肚子叫 就把手边的垃圾分享给小孩吃 见他不动就给小孩掩饰一遍 应该怎么吃 一来二去 两人就这样玩了起来 听见小孩的夸奖 他开心的笑 但是怪兽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吃不了那么多 而且有些垃圾根本就不好消化 每次吃完 他都要躺在地上换好久好久 就在怪物睡着的时候 之前幸存下来的工人找到这来了 他以为小孩被怪物挟持 拿东西把小孩引诱到他的地方 就在两人准备逃走的时候 怪物醒了 工人怕被怪物吃掉 拉着小孩撒腿就跑 结果一不小心 把小孩带钩里去了 眼见怪物就要追来 工人只能放弃救小孩 自己先跑 追上来的怪物 对着他张开了樱桃小口 迷人的模样 吓得工人直接昏死过去 解决了这个人 怪物才把小孩从水里捞出来 看着小孩昏迷不醒的样子 怪兽伸出了触手 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脸 表情委屈的都快要哭出来了 连头顶的脚都显得那么没有精神 这个怪物的主食是垃圾 每天都有十几顿垃圾被他吃掉 虽然长得不好看 但是他可以很可爱 此刻就有一个昏迷不醒的孩子 在他的面前 没有治疗功能的他 也只能看着干着起 烟尾下垂 眉头紧簇 无措得像个孩子 可是此刻就有两拨人赶来杀他 工地上的工友们为了替兄弟报仇 此刻正架着大型机器 要往怪兽的洞里投放毒气 而赶来救孩子的一家人 刚好看到这一幕 自己的孩子还在里面 怎么可能让他们轻易放毒气呢 可是工友头目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他只想不顾一切地杀掉怪物 爷爷趁着他们谈话的时候 剪断了机器的线路 率先进入了地下垃圾场 几人一路摸索着找到了怪物 远远就看见了还在昏迷的孩子 这下误会大了 他们以为怪物要吃掉孩子 当下就按照之前的计划行事 老朋友拿着麻醉剂瞄准了怪物 干脆利落地打进了怪物的身体里 这下可惹怒了他 面具一戴谁都不爱 看着发怒的怪物 大家只能有什么拿什么 全部都往怪物的身上扔 麻醉剂快要生效了 怪物也要坚持不住了 可是他还是在晕过去之前 把小孩放在了安全的位置 就在大家放松警惕的时候 怪物突然醒了 但是他的目标只是小孩 因为他一直都以为那是他的孩子 就在这时 工友们带着武器来了 他们来势汹汹 只想杀掉怪物 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几人把怪物包围住 系着长生的稻钩 从周围扔到他的背上 他们合力拉扯 可是怪物实在太大 根本撼动不了半分 就连拿火烧都没有用 就在大家着急 想了其他办法的时候 工友头目拿出了毒气瓶 他咬牙切齿地 把他丢进了怪物的嘴里 旁人连阻止的机会都没有 怪物吃了毒气瓶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明明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了 可是工友头目还不满意 对着他的心脏射了一箭 醒来的小孩看到怪物浑身是伤 哭喊着让大家不要伤害 可是已经晚了 那些人已经杀疯了 甚至有人不顾死活地点燃了炸药 受到冲击的孩子马上要掉下来 就在这一时 怪物把他接住了 怪物替他挡住了所有的危险 孩子的家人也知道这是一个好怪物 可是他们实单力薄 哪里阻止得了那些人 眼看怪物倒地不起 他们一个个都涌上来 怪物终于坚持不住了 临死之前想再摸一下小孩 可是就连这个小小的愿望也实现不来 怪物的肚子被破盖 掉落出的全是垃圾 而他们以为被怪物杀掉的兄弟也没死 众人这才意识到 他们错杀了好怪 悟空闹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